三国演绎第四十五回 三江口曹操折兵 却因会将干重计 十五节上回 周瑜派出诸葛锦 没有说动诸葛亮 他就只好亲自出手 要借曹操杀掉空明 这日周瑜请诸葛亮去截断曹操的梁道 诸葛亮是心知肚明 只是用了个激将法 就记得周瑜露出真面目 计谋也是难以得逞 这看起来诸葛亮奈何不得 于是周瑜就打起了刘备的主意 这一日正巧刘备派来打听消息的使者 带到了周瑜的大营 周瑜就趁机请刘备前来议事 刘备当即收拾了快船一艘 马上就来了 周瑜自然是刀斧手两边伺候 预备要将刘备砍成肉泥 诸葛亮听说 啥刘备来会见了周瑜 吓出了一身冷汗 联盟偷偷跑来观察情况 结果他往厅里一看 顿时松了一口气 原来啊 关羽坐在刘备的旁边 亮他周都督也是不敢动手啊 诸葛亮等刘备出来就赶紧嘱咐他 助攻啊快叫回去 同时和刘备约定 以11月20甲子日后为期 令赵云驾小周来此等候 放下诸葛亮不说 且说周都督第一次与曹军的会战 不久之后就在三江口展开 甘明作为先锋 万公大剑 直接射死了敌方一员大将 而曹军中的中原士兵 也因为不习惯坐船 都是摇摇晃晃 更不要说开弓射尽了 周瑜趁势进军 杀得曹操只能明金收兵 虽然剩了一场 但是周都督还是不放心 因为曹操人实在太多了 不行 我得去看看他们水军操练的如何 这一看不要紧 曹操水军里是有能人啊 他沿江建了二十四座水门 大小船只竟然有序 周都督看着就更担心了 再一打听 原来是蔡茂张允二人 在为曹操督炼水军 于是乎周都督就开始琢磨 怎么才能除掉蔡茂和张允呢 巧了 这日从江北来了一个叫蒋干的人 这个蒋干呢 是周瑜的同学 此回是来为曹操做说客吧 然而周瑜根本就没有让蒋干有机会开口 他直接大摆筵席 纵情饮酒 还给这个酒会取名叫做群鹰会 并且规定 这个酒席上谁说战争上的事 就斩了谁 吓得蒋干啥话也不敢说 这天晚上 周瑜喝了个稀里糊涂 拉着蒋干就睡在了一起 旁边睡着一个打憨的醉鬼 蒋干根本是睡不着 他偷摸起来摸索了一阵 发现桌子上摆了一阵文书 再打开一看 哎呀我的天哪 这竟然是一封蔡茂张允写的书信 蒋干赶紧拆开一看 果然是蔡茂张允 勾结东吴 他连忙将书信塞到自己怀中 而此时周瑜翻了个身 吓得他赶快又睡了回去 睡了不一会儿 蒋干就听到 外面有人来向周瑜 报告蔡茂张允的事 周瑜起来 看见了蒋干睡自己旁边 是一脸的懊悔 连喊了蒋干好几声 蒋干则是乖乖的装作 没有听见 等到周瑜出去 蒋干连忙 逮着文书撒丫子 就回了曹军大赢 曹操接走书信 当然是诺不可遏 当即斩了彩帽张允二人 然而人杀了之后 曹操才惊醒 哎呀自己是上了周瑜的当啊 这一回 我很想颁发一个奥斯卡 最佳男主角奖给那周瑜 他这一番表演 简直是出神入化 温然天成 他虽是表演了难度较高的喝醉酒 嘴鬼大憨 接着更加入了懊悔 这样高难度的内心戏 也难怪蒋干会中计呀 这周都督不去做演员 实在太可惜了 话说现在曹操只能再选出毛戒 余剑来独练水军 接下来曹操又会碰到 怎样的奇谋妙计呢 咱们下回分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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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